各位应该都上过我的视窗程式设计了 有没有在场的同学没有上过视窗的 应该都有 那如果是外系的或者是转学生可能会没有上过 那上过视窗程式设计代表各位至少应该已经会 C sharp这个语言 而且你会使用 Visual Studio 这个工具 这学期我们要上网路程式设计 我的做法会含概念会比较大 所以课程的内容会比较多 我们会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启动考前 我们会延续之前视窗的部分 我们用 C sharp 来上网路程式设计 这部分上的 东西内容其实就是用 Visual Studio 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 教各位做什么呢 主要教一个韩式库 那个韩式库叫做 Socket 那如果你会网路程式设计的话 就是你曾经接触过这个领域的话 那你应该会知道Socket 是什么东西 Socket 是一个伯克莱大学发展出来的一个 在我们的网路发展早期 他所设计出来的一个韩式库 后来这个韩式库就不断的被沿用 然后所以现在几乎所有语言都有资源类似这样一个韩式库 虽然语法可能都有差异 但是他大同小异的 所以我们 其中之前会教的是Socket Programming Socket Programming用来 用来写的程式是像 例如说各位之前用 MSN 你必须要在桌面上面安装一个东西 然后互相之间通信的那种东西 这种是Socket所做的 那 其中考之后我们会上的是 Web Programming 那Web Programming是做什么呢 就是 设计网站 设计网站 那各位可能 或许你们之前的课 有一点点这样的东西 例如说有上过ASP吗 没有 OK 那就 很好 全新开始 没有上过ASP 但是应该有上过HTML 对不对 不算 不算 在哪一门课有提到 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不到HTML 是要什么 他那个不算上课 他那个不算上课 他那个不算 附置贴上 就是让我们 自己看就对 OK 好 那 那 这代表说我们可以 HTML 整个从上 好不好 整个从上 好 那不止 因为HTML 其实 我们现在所 所谓的 Web 程式 设计 其实包含的 面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各位知道 Web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Web Web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再问一个 比较容易回答一点的问题 就是Web跟Internet差别在哪里 那 英文的话 可能各位 各位不太熟 中文 Web 是什么 Web 是 通常翻译成 Web 会翻译成什么 中文 Internet 中文通常 大陆翻译成 万维网 不是 互联网 大陆翻译成 互联网 我们翻译成 网际网络 Internet Web 呢 大陆通常翻译成 万维网 万维网 我们通常翻译成什么 我突然 也搞不清楚 我想不出来那个中文 OK 所以 所以 这里 在 我们其中 考之前 其实我们的重点是在 是在 Internet Programming Internet OK 其中好之后 我们的重点是 Web Programming 你区分的开 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吗 建宁住在 这两个之间的差别 那一元 有 Sackey跟Web 就Internet跟Web Internet跟Web 有点模糊 可以更清楚一点吗 特定条件是指什么呢 可能你要安装某些程式 或是去加入的区域里面才看到那边 安装某些程式 这有可能会比较偏Internet 但是不一定 那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各位应该知道 你们有上网路概论是不是 网路概论里面是不是有分7成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网路分几成 4成 OSI是不是分了7成 那TCPIP分了几成 我觉得4成 大部分会认为是4成 TCPIP 那最下面是什么 TCPIP的最下面 我现在不是说OSI 是TCPIP的最下面 是Physical 实体层 再往上呢 再往上是IP层 再往上是TCP和UDP这一层 TCP和UDP是同一层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传输模式 再往上呢 应用程 应用程 应用程不止一个 很多个 很多个 那有哪些是属于应用程的协定 有没有人 能够 举个例子 HTTT 对 HTTT 很好 这位同学 欸对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直不认识 谢明像 谢明像 很好 我等要记住 那这个 我觉得很好 因为同学 能够把自己 自己 知道的讲出来 还有 社学期我可能会考虑一个做法 我们之后再说 或许会分准 那 呃 刚刚我们看到 同学都说 应用程有HTTP 对 那 除了HTTP 外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FTP 檔案传输的 SMTP 那就是 那个 那个 信件传送 对 Email传送 那还有很多 那所以 应用程有很多种 那 所谓的 所谓的 Web Programming 特指的是 HTTP 上面的程式设计 这样可以有点 所谓Web Programming 也就是网页 网站的这种程式设计 就是专辑 HTTP上面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其实都在用啊 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HTTP 这个字 为什么 而且 后面还加个S 这是Facebook才有加S DropBuds 我的也有 我们随便找一个网址 金门大学 就没有加S了 OK 而且 当他没有加S的时候呢 他前面的那个HTTP 他自动把它缩掉 没有 事实上是有的 有没有 这是不是前面也是HTTP 所以 所以所谓的Web Web Web说 它就是HTTP的程式设计 那 HTTP的程式设计 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在浏览器里面看到的 这种程式 也就是网站 那 如果今天我们说的是 Internet 它指的就是 所有的 只要是上了 Internet 的程式设计方式 OK 那基本上 现在的区域网路的 程式设计 大部分也是用Internet的方式 在做 只是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可能还要加一些特殊技巧 OK 所以 今天 第一件事情 我希望各位 先稍微 能够 如果 区分开来 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HTTP 和TCPIP 这两个的差别 它的差别 也就是 Internet programming 和 Web programming 之间的差别 哪一个是Web HTTP 哪一个是 哪一个是 Internet 就是 TCPIP 好 那这样讲实在是 很不清楚 因为 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同学呢 你从 开始 学电脑到现在 你可能上了很多的 所谓的 网路 概论 各式各样的 网路 课程 但是 你可能 从来没有写过 任何一个网路程式的 所以 你会 感觉不出来说 到底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我会很清楚的 让你看到 这两个完全 不同 差异非常大 那Web programming 是Internet programming的一部分 但是 因为现在Web 已经长得很大 很大的结果 其实反而Web 有点强过 一般的Internet programming 所以 你可以看到 什么状况呢 一个 很清楚的状况是 各位最近 还有在自己的 电脑端 安装 什么样子的 网路软体吗 有没有人你最近还有在你的电脑端 安装网路软体 自从MSN死掉之后 大概 大家会用的 就只有Skype 其他的通常 一般人是比较少用到 对 但是事实上 你安装的任何软体 往往他都有网路功能 这一点也是蛮奇特的 所以现在 通常我们 不需要安装软体 就可以用网路 为什么 事实上 我们有安装一个软体 对不对 只是那个软体 可能跟着Windows 你就安装好 跟着iMac的 OS10 你也安装好 也就是说 每台电脑现在 只要没有那个软体 就会被视为是一个 很奇怪的 甚至会被当成垃圾集的东西 那个软体是什么 浏览器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浏览器 那基本上你的电脑很可能 就可以丢到垃圾桶 OK 我记得我当初拿到iPad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上了 然后就一直觉得 怎么这么难用 这么难用 这么难用 然后呢 等到 我上了网之后 怎么这么好用 这么好用 这么好用 差异很大 那这就是 就是浏览器 现在已经几乎主导了整个网路的走向 那所有最新的技术 也都是跟着浏览器在走的 像最近的HTML HTML5 各位 反正你们没有学过HTML 所以呢 也不用讨论它跟5的差别 那5的话呢 互动性更高 所以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那 我们这里后面会 会 来看到 那我先请各位加一下社团好了 你才知道我们的课本在哪里 这个网址 102 net.wenni 就Gloops Gloops Gloops 102net.wenni 那各位可以 现在就加一下社团 那 健庭我已经帮你加进来了 因为他要我 一定要加一个 所以我就加了 所以你不要再加了 所以你不要再加了 好加了欸 那我更新一下 下czywiście 看到 小山 在一起 说 如果 lor 轻 OK,知道位置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看课本的前半的内容 那我的网站,新网站大概有放两份 一份放在Jobbus,一份比较完整的内容就会放在GitHub 上半的话呢,我们用的课本就是各位当时视窗程式设计的时候 用的课本 诶,我在教你们这一届的时候,视窗程式设计是用这个新版还是用网页 还是用wikidot的那种 是用wikidot的,那我有更新哦,所以现在我放到Jobbus 然后GitHub也有一份,给各位看一下 那现在网路真的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你到处都可以放一份 那GitHub这一份呢,会是完整的,就是说,那Jobbus是我随时都更新的话都会修改 那所以GitHub这一份是不会动的,我如果再放到GitHub上面的话 就是放第二版,或第三版这样子一直放上去 那Jobbus是每天你看到的内容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 那GitHub这边的话,你也可以看到,OK 所以Wave程式设计和C Sharp程式设计,我们用的就是这两个 所以有两个地方你可以存取到我们的课本 所以只要你进了社团,你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网址 那我在社团上给的是Jobbus的版本,因为随时我修改你就看得到 这样比较即时,如果你想要下载电子书回去看的话 你可能要用GitHub去下载,因为那一版会比较稳定 那如果是你想要看立即更新的那些内容的话 那就从Jobbus下载,这是两个的差别 好,OK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进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web,web的这是web programming 然后呢,这是C Sharp部分 我们从C Sharp部分先开始看 好,那C Sharp部分我们前面基本上都交过了 所以变数应算师这些我都不会再重讲 再重讲就太浪费时间了 那不知道哪边开始呢?那这门是网路嘛 所以我们当然就从网路开始 什么地方开始是网路?第17章 第17章 第17章,网路程式设计 各位可以对照一下 你就在你的电脑把17章的这一页开出来 那我们一边上的时候 就一边 就是 你可以看着内容 这样会比较有帮助 那我们之后可能会分组 那今天暂时还不分 那分组的时候可能是 到时候我会希望各位 一组一组 坐在一起 那我点名的时候我就点组 我不点人 那组长自己告诉我 谁没来 不一定要组长 就任何一个人 那一组的同学 告诉我谁没来 就好 这样子点起来也很快 不用 我们一个一个点 一点完就 就花了半个小时 这样子 不是很划算 所以呢 之后我们会做这个动作 今天还不做 因为各位可能选课 还不是很确定 那等下礼拜之后再来做 那我希望一件事情就是 上这门课的时候 分组有几个用途 那一个是各位同学的人数很多 如果我们是单一一个一个去互动 不是互动不起 那分组我希望你们组之间可以讨论 所以你们应该要坐在一起 那讨论的时候 或许我会给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一组你只要给我一个回答就好 不要每个人都回答 这样好像其实很困难 因为有那么多人 那全部回答完 我们就下课了 那就没有办法学到太多东西 好 所以我们之后会这样做 先预告一下 那我们先看了 C-Sharp的这部分 我们会用来学Socket Programming Socket Socket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字的英文字 中文的意义是什么 它一个主要的意义是插座 插座就是那个电源插座 那各位知道 CPU CPU把它接到主机板的那一个 很多洞的那一个 那一个口 那个也叫Socket 所以说鸿海其实是做Socket 鸿海 真正它最强的地方 就是做那个插座 所以Socket 当初用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的程式设计方式 有点像插座 有一条进去一条出来 那插座通常有两条线 一条进去一条出来 CPU那个不能讲 那个有几百条 所以那个比较特别 好 那它这一个名词是从 Berkeret Socket这个韩式库来 Berkeret Socket 那这个韩式库把网路视为一种串点 然后存取网路的动作呢 都就像存取档案 档案如果你 我记得我在试窗的时候 搞不好不是试窗 我记得我交应该是 现在在场的应该有 都是都是同一年级吗 还是也有三年级四年级 现在四年级的同学 让我知道一下 没有 那都是三年级的同学 都是三年级的同学 OK 那你们 我印象中我有跟你们上过一次 是讲 用C sharp 讲Thread 有印象吗 Thread是什么 线程 线程 对我是在什么课讲 C sharp C sharp C sharp的时候 是在C sharp的时候讲 OKOK 然后顺便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 Day Lock 对对对 有吗 有印象 Day Lock 城市跑进去就大门 就出不来 那而且 而且 而且我们是用Thread 去做Pay Lock 很像嘛 所以 你对Thread 应该稍微 有点概念 不过我们会重讲 那 我们碰到那部分的时候 还会再讲 因为 你要做Sucket Programming的时候 你一定要会Thread 没有Thread 你没办法做Sucket Programming 应该是说没有办法做TCP的Sucket Programming 但是你可以做UDP的Sucket Programming 不太一样 好 那 所以 我们 要学Sucket 我们会用到Thread 那这是我们 之前 曾经稍微提过的部分 那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TCP IP的架构 那这个架构 然后各位应该都比我熟了 因为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还没什么网路 那 那这个东西都是 都是后来 我们才碰到的 但是我学的部分 我一直是以程式设计的方式在学网路 所以我看到的角度 跟各位上网路概论的时候 所学的很不一样 各位上网路概论的时候 所学的是一个比较宽的角度 而不是锁定在程式设计上面 那 这堂课呢 我们只会看程式设计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上的东西 跟柯老师讲的那些东西 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你把两个合起来 你对网路的那个感觉 就会更清楚 而且更实际 不会觉得它很空洞 怎么突然我们的图片本来就这么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 OSI把它分成七层 实体层 连结层 网路层 传输层 配画层 表示层 这是OSI分的 但是TCPIP没分那么多层 就是下面实体和连结层 这个都是实体层 那IP层就是 就是网路层 TCP层就是传输层 那网上呢 还有绘画层 表示层应用层呢 其实TCPIP是没有的 你看它的名字就是 只有从TCP以下才有 以上都是应用层 我不管你到底是怎么做 你自己想办法去做 所以网路的层次大概这样 但实际上是很复杂 你看这个协定翻例就知道了 我们看好像只有TCPIP 但事实上呢 这协定里面 有以太网 然后呢 HDLCIS DNATM iTBoi 802.11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 EAEB EEG OK 一大堆的 无线网路通讯协定 然后再来IP层 还有ICMP IGMP IPS 这些 OK 很多 那到了 到了 绘画层的时候 每一层都很多 那应用层是 是在TCPIP上面 就是网上比较重要的 像 SNTP 这是Email SNMP 这是网路管理 FTP 是 档案传输 Telnet Telnet 各位应该有用过 上科老师的课 如果有上Linux 程式设计之类的 你是不是要用类似 固体或拍体之类的东西连上去 那个东西就是Telnet 只是那个东西 安全性加高了 从前用Telnet很简单 不太需要认证或干嘛的 或简单的认证就可以了 现在安全性加高了 所以 就 它的协定也变得相对复杂 那 所以 有很多 很多应用程 方面的协定 那 这里 就有个问题 这些协定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什么叫做一个协定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什么叫一个协定 一个规范 很好 一个规范 一个规范 那 所谓的网络协定 规范嘛 规范可能是 网络协定 可能是其他的协定 对 那一个网络协定 应该有什么特色 标头档 标头档 对 通常都会有标头档 对 通常都会有 还有 资料内容 资料内容 而且 都规定好好的 每一个位员 对 每一个位员 应该 可以穿什么 不能穿什么 OK 每一个位员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OK 那 这是协定所规定的内容 那 TCP和IP IP层规定了什么 IP层 各位 学网路概论的嘛 IP层它规定了什么 路由跟定值 定值 路由 没错 那 最重要的IP层 其实 核心概念是 网址 对不对 就是IP这个网址 不是你看到的这种网址 这是HTTP层次的概念 IP层的网址 是像这个 不属应用程式里面有命令 这个各位一定比我熟 好 我们用IP config 对不对 哇 弄出一大堆 算了 我不要用那么复杂 好 用IP config 你会看到 哇 这个 这个 有点复杂 那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 它会爆 IP config 的时候 它会爆 IP设定啊 这些 这些 这个 这个是什么 有好多个 有好多个 对不对 但是 这里 两个是一样的 OK 好 但是有一些不一样 这张到底有 有无限网卡 还有以太网卡 所以 所以 事实上 这台好像有两个以上的网卡 OK 所以这是什么 这 这个 A8206658C502 这个是什么网址啊 这不是网址的 这是卡子 这是卡子 不是那个影印机卡子的卡子 这是网路卡的位置 OK 每张网路卡都有一个全世界独一无合的序号 对 OK 所以 这样确保你 每张网路卡 安装上到你的电脑的时候 不会有两台有同样的序号 否则的话 他的崩包会误传吧 对 OK 所以这是卡子 卡子 那这个 杂道 然后 伺服器 OK 然后 IPv4的位置 哪一个是网址啊 但是 这里还有分 内部和外部 对 以这个而言 应该是内部还是外部 内部 这是内部 对 二位学过网路概论 应该很清楚 其实我不是很知道什么辩论 但是 只要看到192.168这些 对 他有一个遮罩嘛 对 对 你把那个遮罩稍微记下来说 他到底是C级的还是A级还是B级的 那个遮罩 那通常我们是C级的 对 C级的通常我们会用192.168开始 OK 所以 C级的遮罩 那这个网址代表说 我现在这个网址 我现在这个网址 我现在这台电脑可以直接被全世界所存取吗 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是内部ID 如果我要被全世界所存取 我还要对应你们国外部ID 对 OK 那你如果家里是自己签ADSL 其实你是有个网址的 对 你是有个网址 有个对外网址 只是你有没有去用它而已 对 那如果你要驾站的话 你就必须要知道那个网址 而且 你还应该去 去那个TWNIC 或者是NIC 去申请网易名称 还有NoIP 对 就是申请一个 这个叫做Domain Name 对 就是申请Domain Name 就是网易名称 网易名称就是像这种 像这个 Jobus Content 这个就是网易名称 OK 那像Facebook.com 这是网易名称 你申请下来之后 你这个前面是可以 都是你的 你要怎么研真 都是你的 OK 所以 我们 一般来讲 其实如果我知道网址的话 那我直接打那个IP网址在这里 也是一样可以用的 我直接把IP网址打在这里 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网址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记的是这个 这个比那个IP好记 比较人性化一点 对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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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跟后面的这个路径是连在一起的 那 那 它能 能够表示的东西 会更多一点 好 OK 所以 我们 我们 稍微看到IP层的一点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稍微看到IP层的一些东西 在用IPconfig可以看到 好 这样稍微有一点点概念 OK 但是我们 这个IP呢 会经过 经过这个DNS 以学校而言就是这个DOMAIN NAME SERVER 10.10.10.3 OK 这个呢 把它 对应到网址去 那如果呢 如果你有被对应到你就通常可以对外 通常可以对外 通常可以对外 那它会发一个外部IP给你 如果你有跟学校电站中心申请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在 用学校的电脑架网站 你应该怎么做 对 你要向学校申请对外IP 而且你要 告诉他说你想要用的DOMAIN NAME 对吧 譬如说我们学校是 我们学校 OK 我们学校是QW.NQU 对吧 OK 所以呢 这一个NQU.EU.TW 前面你要加什么 这是我们学校可以自己决定 那我们的主战通常是用QW 对 前面加QW 但是 你看 我们进去好了 我们进去 比如说 我们资工系 OK 这是 哦 对 我们之前都有自己架 指网域 现在学校的网站是统一的 就没有 就没有那个 再分了 但是应该 还是有些单位 会 会有自己的站 稍微找一下那种有自己站 图书馆好像有的 图书馆是自己的站 看一下图书馆 图书资讯系统 这里是不是变LIV了 这其实是 通常是不同的机器 那你也可以放同一台 但是通常会放不同台 嘛 分散流量 好 所以当你前面的网 网域名称不一样 对应到的机器 其实是不一样 但是 他为什么知道 这一台是对应 W 那一台是对应LINE 因为DNS 你会经过DNS 他会帮你做查询 对 所以他DNS上面 他都有去管理 这样一个表格 然后 所以 当你打LIV的时候 你先经过DNS 然后 他 查询完 把那一个 那一个IP给你 给浏览器 不是给你 给浏览器 那浏览器再跟那个查询 再显示出来 OK 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 OK 所以 现在应该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说 IP 跟这个 这个叫什么 Domain Name Domain Name 对 前面这里是Domain Name 这里是Domain Name 好 那整个呢 整个叫什么 王子 我们通常会用中文讲 王子 那英文呢 他是一个缩写 UIL 这个英文 英文 用来描述说 这一算是 的 就是UIL UIL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字 它是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全球资源定位器 但你如果讲这个中文的话 保证没有人听这个 你到底在讲什么 那全球资源定位器 其实就是王子 你讲王子就清楚 好 OK 那 网路的架构 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有点太大 稍微小一点 好 网路的架构 OSi NBCVI的层次 你们看到 OK 这是 就是 连结层 这个实体层 连结层 网路层 传输层 应用层 OK 比较简化 不像刚刚 那么详细 比较简化是这样 那通常 我从一台电脑 这是某一台电脑的某个层次 然后把资料这样传下去 传下去之后呢 真正传到网路线上 传到网路线上 会经过Gateway Router 之类的 然后呢 终于经过 这一段 我们通常就叫云 因为我们通常会 这一段画一个云的符号 所以所谓的云端云端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段是云 那你的电脑 他的电脑 中间这一段是云 OK 那 云的这一段呢 就是很多Router 和Gateway 所组成的 那很多光线之类的 所组成 那你这样子 经过经过之后呢 封包 就是传到对方去 传到对方去之后 他一层一层要解开 解开之后呢 到最上层 他才去解释 然后做对应的动作 OK 那当然这每一层 也都有做一些动作 比如说 TCP层 换衣 封包疑似怎么办 TCP层在处理的 不就是这件事吗 万一封包疑似 我就要重传 而且TCP层是一个 reliable 就是可靠的 网路 UDP是不可靠的网路 但是不代表 不可靠的网路 就不能用 或不好用 这是有很大差异的 不可靠的网路 有时候可以说 那 所以应该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先 从上面开始 拆解拆 然后到这边 然后再开始 组装 诶 从 这边开始 诶 其实是从这边开始 组装 如果我是 这个要传给他的话 对 应该是先拆解才对 他把它切得好像 有小红包 然后开始 再传到对面去 然后对面开始组装 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用拆解和组装 有点 不容易描述他的概念 我用画图的 好 我用画图的 我要画图的 好 把这个 这个概念讲来一下 你在应用球的时候 你传计的讯息 比如说你把那个拆解 这个 教育的最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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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时候呢 拆落到了 拆落到了 拆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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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才更重要 这是表头 OK 是PCL 他到了这一层之后呢 他会再加上更多的表头 這個叫我去換 ok 那就這樣子一直丟出去 到了那邊 它就一層層層層層去 到最後這裡才是還可以 但是到這裡 還是跟它對一層 就是一層層層層層 在這邊它就會拆掉這層層 然後再往上送 對 所以我說 它其實是在拆解 跟那個 就是 有一邊 從這邊開始呢 是不斷的加錶頭 不斷的加錶頭 到了這邊是不斷的解錶頭 我記得是 這邊是加錶頭 然後到了這邊下面 會開始切 就會開始切割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 就開始 也是解錶頭 然後跟組裝 對對對 對我記得 對沒錯 那這兩邊 我剛剛描述的是這兩邊 它中間它也要 解錶頭加錶頭的動作 只是 只是中間就比較複雜了 也會有給我 然後可以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 那它通常會去看錶頭是什麼 然後看有沒有必要更新更改 如果有必要更改 它會幫你改 通常是這樣子 那 但是中間的過程很複雜 這就是柯老師的專長 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它會比較熟 但是大致上的概念 我想應該差不多 是這樣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